猜不到吧? 官后感有Part 2 先拍一下Part 2 好了 因為 它電影的世界 和漫畫是獨立的 當然 我們又沒有追尋尾晚 現在純粹看這套 是新一系列 復仇手聯盟的先導 就可以看 由它的人物 整套是帶人物出來 有幾個項目 可能會有些人 因為畫面太豐富 你故意看畫面 其實師傅古一 和他的前輩 遠古的時候 他們的組織就是 保護地球的次元 不要被其他次元侵入 即是他們帶領著他們 本身的添人 去神埋法師 由他們自己組織 在電影中也提出 他說外面的 復仇手聯盟的組織 就是保護熱實世界 他們保護次元 然後 師兄的背叛 是甚麼 看見的就是 因為老婆子弟死了 很想和那隻 超次元的全有物 融為一體 把所有 全部人永生 還可以扭轉時間 即是甚麼 人類保元計劃 只要這樣 合二為一的時候 他沒有見到老婆子 便去 原來是靜思靈 唉 當然 今次的戲 有件事 鋪排得很特別 因為他要幾個聖鎖 就打爆 然後 亦都因為他師兄的離開 即是黑眼師兄的離開 即是黑眼師兄的離開 變成了 他師父死了 只剩下圖書館 還留在那裡管讀書 即是他們的組織 基本上是散了 很多人被這位師兄殺了 他們這個所謂 次元守衛者的組織 基本上已經是 明傳實亡 所以 你便可以鋪排到 下一輪 如何加上復合水聯盟 為甚麼 最好聽到 各次元收到古一的死訊 其他次元的人 會有些勢力 叫佼佼真 而他又要向地球 發現雷神的大馬弟弟 即是馬上復合水 即是 解釋了為甚麼他要參與 物質世界的事 所以人類世界 在這裏 這個我自己見解 好啦 其實還有甚麼抽水 講一下 上網看過 原來做 那些公司 公司 很早就更換了 我真是太久沒有遺疑 那些走勢 亦都有人 之前的紅波波 原來已經急劇走貨 那 各位 那叫甚麼 還拿著飛盒 還拿著飛盒 要甚麼 寫了不懂 詳細形容 捉去運 而 新的公司 已經快速出來了 至於 他的模型 會不會像紅波波 那麼厲害 不知道 乖乖 沒有開 還有 看看這次 小小事 又提到 我之前都很奇怪 雖然這陣子上班 比較忙 為甚麼沒有人洗版 正如他一想 說應該洗版 每個人站在電影院 那陣子拍照 洗版 我不太過分了 那 就 說話 應該因為各人 都是 可能拿著飛盒 害怕 所以不想看新電影 先離開 所以沒有人洗版 令我自己追蹤的版面 就很清淨 那 其他 沒有甚麼特別 補充多說幾句 這樣 正觀其變 等他下一波 升雀為主導的 復仇者聯盟 那系列 隊出來 他會公佈哪些人物 到時看看 之前 那麼大聲 那些 會搞到怎樣 都知道了 兩千人一隻 拿著整個 屋 啡盒 幾皮東西 掉不到 很糟糕的 糟了 不小心說了 這次 不要緊 要脫貨的人 早前要脫掉了 那 那 你如果現在 要收到 有便宜貨 真心喜歡 進去玩 要不然 就 真的打算炒 就算了 這樣 就算了 這樣 好嗎